大家好 我是超人 今天又来到了一个冰天雪地的一个地方 试驾我身边这台缆胜运动版 缆胜运动版 特意强调一下 因为这款车是我试驾比较豪华的SUV了 作为路虎来说 是我一直比较钟情的一个品牌 从当时比较早的时候 看这款缆胜运动版 它去挑战当年的天盆山的999节台阶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款车让我很惊讶 因为天盆山的999节台阶 我去亲自爬过确实是非常抖 45度坡非常抖 它居然是直接开上去了 又看到了007乌虾腹死 那个电影里头 当时也是缆胜运动版 当时在沙漠里有一个追逐的一个场景 因为当时我并没有看到这款车 也没有去试驾过 在我的印象里 它是一个样 能带你去走这种全地形 穿越各种一趟公路 城市 可能在极限点 比如像沙漠这种地方的一辆车 今天咱们到冰天雪地的大冰面上 那肯定要去试一下它的这种底盘的 包括它的操控 看看怎么样 第一从外观来看 它的整体的感觉让你看上去 除了豪华之外的运动气息 还是能在的 因为包括像它这次改进了之后 小的这种大灯变小了 包括像尾灯也是一样 它的尾灯设计 这种运动感 包括侧面的这种把手 是可伸缩把手 我一拉开门 下边的这种踏板 啪一下来 这种感觉 尊贵感还是有的 不过对于我来说 我想看看它的一个整体的运动表现 能不能达到像它说的这种 就是作为路虎家族 他们你发现了吗 他们这个家族整体 就是不出轿车 全是SUV 但是他们的定位 最为不一样 比如像卫视 能嫁与它的人 去经常喜欢去重度穿越 去做一些脏口累活 因为当时院老师也去收过这个车 对吧 去负责脏口累活的 这款缆胜运动版 它更多的是基于豪华打造 但现在又偏年轻化了 咱们就非话不多说 上车去体验一下 它的整体的驾驶感受 好了 既然说到缆胜运动版 这种车是必须要开起来的 咱不能在这静态说 咱们先去感受感受 它在公路上的表现 我开的这款是它的燃油版 它分高低功 有360匹的和400匹的 从数据上看 它的最大扭矩能到500牛米和550牛米 什么概念 就是平时大家因为现在的这种法规 就是车型生产 更多是偏向小排量的放放机 那很少有机会能开到像它这种 3.0T的这种大排量的这种放放机 大家觉得可能 那我这么大的扭矩 可能550牛米 我是不会被一脚下来之后 这个车就那种很窜的感觉 其实刚才我在从酒店 开到咱们这个试驾场地 这整个这一路的公路上 我也去试了一下 我就正常驾驶 开了它的自动模式 就是无运 大家知道我很懒 我就是使一个全自动 就什么都不调 那它在这种情况下 我在踩油门的时候 它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动力 但同时是比较沉稳的 无论那种就一窜一窜的感觉 毕竟作为这种懒胜运动版来说 它能给到你的就是第一 强大的气场和稳健的动力 和沉稳的底盘 整体感受就是从它的转向 包括整个底盘的这种感受 其实它的底盘 为什么说觉得好 它使的是第二代的全地形 反馈自身底盘 就是它这种感受 包括它使的四驱 还有它的这种电子插头气所 能让你在每个轮 第一抓地力是非常好 第二个它的整个交过空悬 让你感受 我坐在一个车里的底盘 真的是非常整 不管是在平的这种路面上跑 还是在这种不平的路面 比如说我高速通过一个 就是这种减速坎 哐哐哐挂起之后 我坐在车里头 不会像觉得说很难受 那咱们公路 就是其实不多说了 因为公路上来说 这个车对它来说 太小菜一点了 那咱们一会儿 把这辆车 既然都来到了冰面上 那我就把它 开到冰面上去体验一下 有两个大的项目 一个是跑定源 咱们看看车的整个的 它的一个飘移 看看它整体底盘的效果 还有一个是跑 一个冰面的赛道 看看它的体验表现怎么样 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上赛道 好了 咱们现在呢 把这款 蓝胜运动版呢 咱们就开到了 它们的这个冰面的赛道上 然后咱们就去好好体验一下 这款车 它的一个试驾的感受 主要是看它一个底盘 包括它的这个四驱能力 看看它的架空表现 首先咱们先把驾驶模式 选到这个雪地 同时把它的稳定系统 咱们给它 关闭掉 它这赛道呢 其实总共分为三个体验项目 首先第一个呢 先是它的一个S1 咱们先感受一下 大家能看到吧 它的这个尾部 挺明显有这种 起的趋势 但是你看它整体的 方向的操控感 我的很驾驶的 相对来说 比较激烈的情况下 但是它可以相对比较稳的 能够让你牢牢的在这个赛道中间 咱们第二个项目呢 是三个相对来说是这种 比较这个赛 就算是发卡弯吧 咱们先感受一下 咱们的速度稍微提一下 车很大 很稳 牢牢的在地面 不会让你形成一个失控的状态 因为咱基本上 现在就常常在冰面 不过这个车 它已经换成了丁胎了 如果不是丁胎的话 就是再好的这种控制系统 它也是不行的 因为它就相当于 完全没有抓地力 四驱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的相对来说 它可以完全调控到 把它的整个抓地力 完全调到这个 两个后轮上 所以说 你给你的感受 驾驶的乐趣是非常好的 最后一个体验项目 就是一个高速的弯道 咱们把速度稍微再提一点 然后咱们看看 它的最终的一个表现 现在我是它的一个运动模式 然后SR 然后现在速度大概是50左右 还是需要适应一下 不过这个乐趣明天要比你在 马路上开的那种要体验感 体验感要好得很多 好得很多 安全到达终点 我们从冰面上下来了 就是刚才跑那个定源的时候特别爽 后面整个那个溅起的那个飞起的雪 让你感受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这款车作为SUV来说 其实让它在这种冰面上跑我觉得都不合适 应该等它去做一个长途穿越 比如像戈壁 或者说是那种真正的飞铺窗的那种 纯野生的那种道路上 非常适合它 因为它第二代的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就是它的整个那几种模式 包括像岩石沙地 还有其他这种模式 那还真正适合它让它去跑那种道了 这种道对它来说太小case了 好了那咱们今天试驾这款 缆胜运动版就到这了 这款车有机会的话 我真的是想做一次长途的试驾去感受 穿越试试它的这种全地形的底盘 看看感受怎么样 好了咱们下期再见